前首相纳杜斯里纳吉和夫人纳廷斯里罗斯玛的法庭案审讯 双双因为MySagetera状态不过关 今天被迫展颜 是的 罗斯玛因为属于密切接触者 第三度无法出庭 而纳吉的健康状态被列为黄色一个星期之后 今天终于变回蓝色 但是他和代表律师抵达法庭 更新状态之后却又变回了黄色 虽然法官下令他们接受快筛 那结果也呈阴性 可是状态依然是维持在黄色 导致庭讯被迫展颜 前首相纳吉面对的一马公司案审讯再度受阻 原因是纳吉的MySagetera状态又出状况 因为曾经接触确诊者 纳吉的MySagetera状态经过一个星期后 终于变回蓝色 他今早抵达法庭大门时顺利进入 不过在准备前往审讯厅时 法庭职员要求他更新状态 没想到填写完六道问题后 纳吉的MySagetera状态立刻转为黄色 被法庭拒于门外 除了纳吉本人 他的代表律师沙菲仪也一样 更新状态后被列为黄色 偶然接触者 由于法庭只允许蓝色状态者进入 因此两人无法出席审讯 成审法官克林劳伦斯随后指示纳吉和沙菲仪两人进行快筛检测 并将结果通知卫生部官员 看是否能将两人的状态更新为蓝色 好让审讯能继续进行 但两人检测成阴性后 状态还是维持黄色 法官最终无奈宣布 展颜今天的审讯明天再审 纳吉随后在脸书贴文 指自己上个星期因为缺席法庭审讯而遭到批评 他今天贴出照片证明自己现身法庭 但只不过麦斯加德拉状态依然是黄色 而无法进入 意图证明自己没有逃避法庭审讯 无独有偶 纳吉妻子罗斯玛同样因为麦斯加德拉状态不过关 法庭案件今天第三度展颜 罗斯玛原定今天要前往吉隆坡高庭 面对369所沙拉越学校太阳能闭案的审讯 但高级副检察司拿多斯里哥巴斯里南告诉法庭 由于罗斯玛的麦斯加德拉状态依然是橙色 属于密切接触者 因此今天无法出庭受审 主控官虽然建议法庭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开庭 让罗斯玛在家透过视讯方式共证 避免案件延宕 不过罗斯玛律师加急心说 审讯即将步入尾声 他还是希望所有人能亲自现身法庭 更保证他的当事人也就是罗斯玛 下次一定会亲自出庭 法官在你随后则定增加多两天审讯日 也就是这个月23和24号 加上之前原定剩下的六天 案件最迟明年2月4号审理完毕 法官也表明他将考虑主控官建议 采取视讯方式让罗斯玛共证 避免审讯一再拖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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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